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Ta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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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 我们主要分享有关加拿大留学移民工作以及财富管理的相关资讯 希望能够给你的工作生活带来有价值的信息 哪怕是一点点的娱乐 刚刚有一个视频我们分享了海洋四省有关 NB省它不再接受这个餐饮里和酒店里的这个雇主担保 然后就有很多朋友问什么是海洋四省的试点项目 海洋四省的项目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项目 它有什么哪些优缺点 有人分析给出了三个最 它是最优惠、最快捷、最成功的一个项目 今天就带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海洋四省的这个试点项目 也根据我的理解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所理解它的优点和缺点 提到海洋四省的试点项目 那就不得不提到海洋四省 海洋四省是加拿大东部靠近大西洋那边的四个省份 它们联合在一块 而且据说是面积比较小的省份 几个加起来也是很少的一个部分 人口又比较稀少 所以我们就叫它海洋四省 那海洋四省都包括哪些呢 其中包括NS省、NB省、还有NL省 再加一个PEI 可能是由于地区的发展以及人口稀少 所以要带动那边的发展的话 联邦政府在2017年的3月份推出了一个项目 叫做海洋四省的试点项目 简称的AIPP 如果没记错的英文应该叫 Ollantic Immigration Panel Program 这个项目已经走过了两年时间 其实之前看新闻有提到 这个项目目前是比较成功的 所以现在又推出了一些BC省的试点项目 还有就是又增加了11个社区的这种推动的项目 再加上曼省也慢慢的在想 走一些社区型的集中型需求的这种项目 他们都是在积在最早的 这个海洋四省试点项目的这个基础上 有人分析给出了三个最 最优惠、最快捷、最成功的一个项目 咱们先从最后一个说 最成功就是刚才所说的 有很多媒体应该已经举例到 然后也证实了他们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同时我想 NB省的关掉这个餐饮类和住宿类 它停止 一个原因是证明它名额已经用完 或者已经饱和这个行业 就证明它这个试点项目是进行的不错 或者是它发现这个项目有漏洞 不能再给别人抓一些空子 所以它也要停止 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所以我说它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比较成功的 再一个说到了最快捷 最快捷的原因是它给出了 从你走这个项目 它是力争在六个月之内批下来 像是一个省的项目批下来 然后六个月再走联邦 等于是一年左右的时间 就能够拿到你的枫叶卡 这个是基本上除了意义以外 真的是比较快速的一个项目 而且是一步到位拿你的枫叶卡 最优惠是怎么讲 最优惠我的理解是两点 第一点它首先是优惠的机会 因为不是所有的省都有这个试点项目快速审批 所以只有海洋四省那边有一个区域性的性质 所以这是第一优惠 第二优惠可能它相对于 其他的投资移民或者企业家移民 或者另外的这些项目来讲 它的费用上面可能是比较少的 所以它是第二优惠 总结起来就是三最 它们是最优惠最快捷最成功的项目到目前为止 但是最成功这一点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 而且它这个评估是政府内部评估 说出来这个项目试点项目不错 不是第三方或者其他部门独立来评估 这样子的说服力可能就弱一些 以上是一些偏政策的理解 那么这个项目到底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呢 它的要求来说相比其他的可能条件也是适当的放宽了一些 毕竟它要吸引一些人嘛 第一个它就是不再需要这个海外劳工评估 就可以直接找海外人才 也就是我们之前大家都了解的叫里面 LMIA 像其他省如果你要招海外劳工的话 你要在劳工部申请一个东西叫里面 也就是这个东西是在不影响本地劳动力就业的情况下 说白了就是你在本地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能找海外的劳工 就机会优先给予本地的本地区的人 现在这个试点项目就不需要这些申请手续 就直接可以招聘这些海外的人才 如果你是真实需求的话 那么任何一个项目你要申请都必然会看你的学习经历 学习背景 所以这个项目的学习背景要求的学历并不是很高 他只要你是相当于加拿大本地这个高中文凭 但是如果你是海外的学校或者你是国际的这个学习背景 你要做一个CEA做一个认证 认证一下你的学历相当于这边的高中学历就可以 除了学习背景 另外一个看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你的工作经历和工作背景 这个试点项目对这个工作背景也是要求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这里面有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你在本地上过学 只要你在本地上学毕业 他没有工作经验年限的要求 所以说这是一个对留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另外对如果你是海外的 那他需要你有过去可能三年当中有一年的这个相关的工作经验就可以 当然前提你要符合移民类民的我们叫NOC code 或者叫NOC code里面的这些对应的职位才可以 最后一个不论什么项目都对语言或多或少有一些要求 而这个项目呢对语言的要求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他只要求是CL比4那就相当于雅思的4.5左右这么样一个分数 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上去都是他的好的一面包括他这三最包括他的要求相对来说比较低 那么这个项目到底确实怎么样 我之前听了一个朋友来说那边的项目是一次机会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也仅仅是一跳板而已 前一段时间在那边的朋友有一个反馈 就是其实那边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好 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顺利 第一个就是毕业以后虽然能够移民 但是你要必须找到相关的工作经验 那你学习的东西必须要跟你要工作的东西相匹配 这也就存在了一个找工作的问题 那那边的工作呢实际上相对有比较少 因为它毕竟的人口少 这个无形当中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 就是你要找到匹配的工作 机会是很多的 有朋友跟我说只要你去NS 尤其是Halifax那边只要你经过的所有的店 基本上门口都会关一个招牌 说这里需要人 但是这个工作到底是不是能够帮助你 去申请你的身份 这个工作到底符不符合NOC的要求 这个可能里面是比较少的 再一个可能大家考虑的多的就比较气候原因 那边虽然是靠近海边 海鲜可以有享受一些生活 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气候也比较的恶劣 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有的时候大学会了甚至被困在家里 不能出门的情况也有 当然也有不错的 也有朋友在那边开了很多连锁店 有很多的自己的事业 人少嘛 有很多商机没有带过去的话 它也是一片蓝海 总之呢 它是友好的地方 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大家看到的宣传可能表面上都是说的非常的好 那边非常的条件低 完美等等的 但是你拨开它表层的现象 看到里面的一些东西的话 或者跟那边的人实际沟通过的话 就觉得其实每个项目都差不多 都是有一定的要点在 并不是想象的那样非常的简单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所以每个项目都要自己去深入的研究一下 至少找一些资料 找更多的信息 来补充一下自己的理解 所以我就欢迎海洋私人那边的朋友 在那边读书也好 工作也好 或者你是拿到了身份 欢迎分享一下你们对那边的理解 你对这个项目政策的理解和看法 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分享 如果你觉得这些信息对你来说有价值 欢迎点赞评论 转发给你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Ta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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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